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下扶下身一把抓住身边的大头佛 大头 你看见了没有 我眼前始终模模糊糊的 危机感一股连着一股层出不穷 那种感觉非常不好 什么 大头佛不知道我到底又怎么了 扶着我的肩膀说 听见什么 我正想开口 脑海中那道声音 又一次回想起来 不要进去 千万不要进去 眼前的黑暗一下子散去了 我还爬在原地 额头的冷汗刷刷地朝下掉着 黑暗散去 视线清晰 我能清楚地看到远处的图家大门 那道突然响起的声音是消失无形了 然而从头到尾 大头佛始终没什么反应 他听不到那阵市井般的声音 这本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两个人距离那么近 如果有什么异动 他没理由察觉不出啊 但是 心里稍稍想了想 忠然间觉得 那道声音 好像是从我自己脑海中 扩散出来的 那可能是一种 冥想中的声音 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 难怪大头佛会一无所知 我有些不知所措 好容易顺藤摩瓜 找到九粒苗人的下落 因为这道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就要放弃吗 无形中 寂静无声的图家大门后面 好像隐藏了一个 刀山火海 让我相当不安 你这是怎么了 大头佛看着我一个人 愣得出神 头上冷汗直流 也感觉奇怪 我摇里摇头 什么都没有说 这本来就是 不找编辑的事情 说出来 只会让他也跟着心神不宁 没事 我们在这别处去看看 我稳稳心神 被九粒图收走的 都是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人 即便知道 图家大门的后面是火坑 也要挺身去跳 我们两个悄悄地 沿着周围 摸索了一圈 图家的院子 后面有背山 通着一条 从山里朝外 运送东西的路 院子从正面 外面看起来 是很正常的 时常有人进进出出 看了很久 实在看不出 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 已经得到了莫名的市井 我很小心 想自己一个人先去看看 大道佛劝不住 也知道 我跟老鬼之间的感情 推来让去 最后妥协了 我是从图家后院翻墙上去的 悄悄露头的一刹那间 整个人一晃 差点从墙头掉下去 图家的后院 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流定着十多根木头桩子 我看到老鬼 老年把弥勒连娘那些人 被绑在木头桩子上 也不知道被绑了多久了 木头桩子上 绑的人都是真的 对他们那么熟悉 绝对不会看错 整个院子空空荡荡的 静得好像没有 其他任何看守的人 越是这样 越让我感觉不安稳 强行压住心里的冲动 又仔细看了看 这一看之下 终于发现 在一根木头桩子旁边 缩着一个 很老很老的老苗人 连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 和木头桩子一样 死气沉沉地蹲在那 看到这个老苗人 我的心动了动 苗语之前 恳求苗不宜救我 苗不宜曾经动用 酒里仅有的 两条黄金泥鳅 其中的一条 而眼前这个 行将旧木的老苗人 就是当时 看管黄金泥鳅的人 我看到老鬼他们 被紧紧绑在木桩上 一动都不能动 心里又是焦急 又是冒火 飞快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打算想办法救他们 目光所触及的一切 都已经告诉我 涂家院子可能真的是 一个大火坑 却又是一个 不得不跳的火坑 我驾了一百个小心 然而在墙头 悄悄观察了那么几分钟 老的眼睛睁不开的老苗人 慢慢转过头 朝我这边望了过来 我心里一惊 不知道这个老苗人 是不是发现了我 随即缩了缩脖子 把身子压得很低 临近夜晚 光线很暗 我确实不信 一般人会有那种眼力 心想着 这个老苗人 可能只是凑巧转过头 但是这个念头还没转完 老苗人 咄咄咄咄站起身 冲这边咳咄的 就咳嗽两声 说 既然来了 那就进来吧 老苗人的话 就像一个讯号 本来一片沉寂的后院 骤然亮起很多灯火 这里是九林苗人的 河滩落脚地 大半来到河滩的苗人 都聚在这里 火光灯光一起闪烁 后院立刻变成龙团虎穴了 我的心沉了沉 接着就开始发抖 回想这一路上 发现的丝丝缕缕线索 直到这时的感觉 不那么对劲了 九林的苗人 就那么疏忽吗 会让那么重要的线索 泄露出去吗 但是现在想什么 都已经迟了 我干脆就不再躲躲藏藏 从墙头上直立而起 你来干什么 给我走 老鬼被绑在木桩子上 枯瘦的身子挺得笔直 看到我现身那一刻 他咬着牙 呵之道 给我走 陈金水 露一点缝给你 你果然就钻进来了 一阵刺耳的笑声 从前头传了过来 人群涌动 我看到一排九里苗人身后 走出来另外一批圣玉的人 圣玉圣子 那副习惯性的阴森森笑容 还有许久没有见过面的旁门头发 脸上依然戴着面具 一双眼睛闪来闪去的 和夫子七门已经不成气候了 今天把你弄死 和摊上再没有七门的旗号 生与圣子音效连连 陈金水 你注定成不了大事的 永远都不如我 你算什么东西 弥勒同样被绑得结结实实 一转头吐了一口唾沫 你跟我们大掌灯 提鞋都不配 嘴巴还这么硬 圣玉圣子 转身一巴掌冲过去 弥勒被绑着 动都动不了 这一巴掌 结结实实抽在他脸上 弥勒嘴角随即渗出了血气 但是毫不畏惧 一口带下的唾沫 扑的喷到圣玉圣子脸上 这一下 让对方大怒 巴掌再一次 高高的举起 够了 我从墙头一跃而下 力声拦住圣玉圣子 死死盯着他 怎么个章法 你说 陈金水 大军已定了 有九里苗人在后面说着 你一个人无力回天 事情真到了最后关头 苗尊 也会从九里赶来 谁都阻挡不住大事的 苗尊是九里殿的大掌坛 是苗不易的父亲 苗玉的祖父 那绝对是整个九里 一等一的人物 他养的儿子 教授的徒弟 都那么厉害 更不用说是本人了 但这个时候 什么都顾不上了 不管苗尊 是不是三头六臂 我只想另一碗狂澜 然而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顿时有一种 有心无力的感觉 久离圣语的高手都在 我一个人 就算加上大头佛 能逆改局面吗 陈进水 这一次 你连触手救亲机会 都没有了 只有死路一条 圣语圣子 完全是把人 活活逼死的势头 你自己走进来 否则 这几个人 都会死得很惨 不要过去 大头佛 在院墙下头 听到动静 再忍不住了 翻身跃上墙头 冲我说道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这时候 千万不要犯傻 不过来 也由得你 圣语圣子冷笑一声 手掌翻动 已经多了一柄 寒光闪闪的刀子 他慢慢走到 老鬼面前 歪着头 对我说 这是七门掌门旁毒是吗 据说当年 也是血气中天的汉子 不知道他的心 是什么颜色的 我想挖出来看看 动手 老鬼眼睛眨都不眨 大声喝道 不动手 你就是狗娘养的 圣语圣子 像猫抓耗子一样 进行捉弄我们一番 但是没想到 老鬼这么硬气 一下子 就逼得脸上 红光闪烁 咬了咬牙 刀尖直接 举到老鬼胸前 说 你以为我不敢 住手 我唯恐圣语圣子 手里的刀子 会刺紧老鬼的胸膛 翻身 从墙头 跳了下来 脑子完全乱了 这是个死局 既然跳进来 还有几分 能活下去的希望呢 不要虐待他们 他已经进来了 就这样吧 我和圣语圣子 生死仇敌一样 怒目相识 这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人群后面 传了过来 我看到 几个九里苗人 簇拥着一个人 起初人群 走到最前面 目光跳动 苗不易的身影 跃然而出 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 从九里 又赶回大河滩的 看到他出现 苗玉的影子 不由自主地 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但是 左右看了几眼 没有看到苗玉 人力不能逆天 凡是 总有中进 苗不易 语气平和 他一边望着我 一边 慢慢说了两个句 说话之间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他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叹了口气 说 阿玉 曾托付过 一定要让你好好的 活下去 我不想实验 却没有办法 这就是大事 你改变不了 我也改变不了 你想怎么样 出来听听 到了这个地步 范总恳求 不会有半点用处 我的口气变得很硬 陈金水 苗不易默然 看了我半天 说 你 自裁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 鼓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